靖香的个性 它好像没什么大的缺点 小提琴的 对啊 我知道了 就是 他的人格有缺险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境小剧场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嗯 我们要继续分享 Stand by me 哆啦えも 第二集 它的日文就叫做 Stand by me 哆啦えも 子 兔 刺 字很不像2 对啊 1 2 3 4 5 这样子 好 那字就是2的意思 第二集 对 上个礼拜就是我们分享了 这个算是上半部的剧情啊 我觉得充满了怀旧感 那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发展 我觉得虽然是小复杂 但是我觉得 你只要有看过这部电影 再来就是听我说的话 应该是更可以理解的 好 那因为大大雄 他就是跟大雄交换了灵魂嘛 然后就在那边 各种冒险啊 他就不小心碰上了三个小混混 看起来是国中生吧 是谁碰他 大大雄 大大雄的灵魂 装在大雄的这个身体里面 然后到处去探险啊 或者是什么 去打棒球啊 然后惹毛了这个胖虎啊 等等的 然后在路上呢 就是觉得 好好玩哦 不小心就是 惹毛了三个国中生 那国中生就想说 哎 这就是你撞到人家了 这钱拿来啊 什么的 然后就说啊 要钱还不容易啊 我给你啦 给他两千块日元 这样子 可是呢 对方就说 这是玩具钞吧 因为上面竟然是 未来的一个钞票的印制嘛 就是什么 手种智虫 的那个肖像 对 然后他就说 你这根本就不是真的钱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 就是一阵追逐这样子 可见就是到了未来 手种智虫的地位 已经变成了 可以放在钞票上的人 对啊 因为他是日本漫画之神嘛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你有看过他什么作品吗 嗯 其实说真的是 真的没有 我有看过一点点的 怪异黑杰克 哦 对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虽然说我并不觉得 他的画风是真的很 怎么讲 很细腻的那一种 就是他不是真的是 很细腻的画风 但是他真的很会讲故事 然后因为他竟然是 医学博士耶 我就查了他的维基百科 所以他在画那些 医学东西的时候 应该都是有所本的 我觉得很厉害 对啊对啊 我是就是有 比较熟悉的是 小白狮王 对 但是小白狮王就是 很多人不喜欢 那个狮子王 就是会说狮子王是抄袭 狮子王抄袭小白狮 就是他有很多 类似的地方 但是 其实 因为我没有看过 小白狮王 所以我也不便说 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同学 以前国中的时候 他就说 他很不喜欢狮子王 因为他说 他很喜欢小白狮王 哦 原来 对啊 对啊 这个没有考 没有证据 所以他就是抄袭 嗯 因为狮子 本来就是森林之王 所以可能很多都会 就是用一样的概念 嗯 有可能 对 好 那就回到故事咯 好 那因为大大熊呢 就是在那边胡搞瞎搞 然后就 把这个三个国中生给惹毛了嘛 他们就开始一阵追逐 然后他就想说 哎 这边路边有一个 这个Skuda 就是那个Skuda的摩托车嘛 想说 那我就直接骑走就好了 他竟然跟他说 Start 想要用声控 对对对 啊 原来已经没有声控的功能了 那个时代原来没有呀 废话当然没有咯 那总之他就乱骑嘛 因为他就是 已经不会骑摩托车了 就是那种 以前的时代摩托车 他就到处乱 就是怎么讲 就是已经控制不好这样子 这个时候就 就遇到了静香 静香就是小提琴课 刚下课 就手上拿着小提琴 手上拿着凶器 对 对 然后 那大大熊呢 就跟这个 三个股东生扭打在一起嘛 就在一个 很像类似合体边吧 然后你知道 那种夕阳西下 整个金黄色 很怀旧的样子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大熊已经被 做得鼻青脸肿了 可是这个时候 有两个人 来救他了 那就是他的 宿敌 就是胖虎跟小夫 好 胖虎 胖虎 胖虎就一个飞踢 就是把一个股东生 踢到旁边去 然后小夫就 用他的那个 遥控肥机 在那边 就是炫耀 用那个 遥控肥机 去攻击他们 对 那胖虎就说 大熊 你竟然跑到这边来啦 哼 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 跑到这边来 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然后小夫就拿 那个遥控肥机的 那个遥控机 就说 如果你把我这弄坏的话 你可要赔偿我哟 这个时候 胖虎就说了 我觉得本片的 第二个笑点 我真的笑爆了 他就说 他就很生气的 看着镜头 就说 伸びたを ぶんなくっていいのはな 伸びたを 就是大熊嘛 をぶんなくっていい 就是可以 狠狠的揍他一顿的 的人啊 就只有谁呢 就是胖虎跟小夫 就一起大叫 说 俺たちだけなんだよ 就只有我们两个 可以揍大熊啦 这样 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看 镜头的右边 有个大熊 他就很高兴的说 嗯嗯 对 我真的笑死 真的 我重播那边很多次 就是大熊的宿敌 跑来救他 他就说 只有我们才能揍你 然后他就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他是怎么了 被虐狂 总之在那边过了 一阵混乱之后 然后就是 三个国中生 就被打跑了嘛 然后呢 靳翔就 赶快跑来 帮这个大熊 秀秀 这样子 就看你有没有受伤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他都没有顾虑到 另外两个人的感受 哦 所以那个 其实胖虎跟小夫 也有被打伤 对他们有加入战局啊 为什么靳翔 就只有关心大熊呢 偏心 因为他们 又不是他未来的 心上人 就是 可是我 之前好像有看过 有一些 那什么 算是讨论吧 就说其实 因为靳翔算是 这整个故事的 一个唯一的女主角 所以其实 其他的男生角色 还是有一点 对靳翔有好感的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好吃味哦 你怎么只有关心 大熊一个人的伤势 对啊 可是大熊就是 那边傻傻的 就是说 那我又没有 好好保护你呢 靳翔这样子 然后靳翔就露出 那种很欣慰的微笑 说有啊 当然有 我觉得 对啊 就是靳翔的个性 他好像没什么 大的缺点哦 我就说他 就上一集有讲说 就是大熊有 很大的缺点 就是懦弱啊 爱线啊什么 然后 小夫有嘛 靳翔也有嘛 对 那但是 但是靳翔好像没什么 靳翔 小提琴 小提琴 小提琴的 对啊 我知道了 就是爱上大熊 主要的缺 他人格有缺陷 审美观非常有问题 价值观崩毁 就是 对 对 他没有 他就是很好 对这事实上 还有各种男人 为什么他非要大熊 不可 而且三岁就决定好了 会不会有那种 就是女性主义者 就是会很讨厌 都爱梦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就是 那些日本网友啊 对 会觉得就是 把女主角塑造 很像圣女一样 或者是就是 很像 没有在思考的女生一样 就是 这男生这样 你还想要他 你长大之后还是这样 你还是想要他 这样子 因为 因为其实我觉得 整个故事 其实就是 我不得不说 就是以男性的思考 出发 就是那个 屯子博恶熊是男的嘛 然后他 我觉得他有把他自己的 想法投射在大熊身上 就是想说 如果我小时候这么废 这样子 然后还是希望 可以得到女生的爱啊 什么 所以他是一个 可以算是 小男生像的一个 就是 取向的一个 动画 对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所以你看了之后 你有一阵欣慰吗 就是 嗯 这我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遇到我的镜香 会吗 不会 小时候看的时候 没有想那么多 我是纯粹只是 好想要那个道具 没错 你最想要什么道具 嗯 我 当然我现在想起来 我是最喜欢任意们 对 但是我也觉得那个 什么 时光包紧也不错 为什么 就是 东西坏了都可以修好啊 然后什么 他的功能也可以就是 用很多 在很多地方 可是我觉得只是 单纯把东西修复 没有什么吸引力耶 如果他可以把iPhone 10 变成13 我觉得OK 哈哈哈哈 直接进化 哈哈哈哈 哦也是啦 可是这样子就是 对哦 这样子 哦 有一个道具我觉得不错 就是 时间暂停 哦 对 就可以去 抢钱 不是 不是对别人做出色色的事情 还好 抢钱 你会被那个什么 哦 对啦 就不会被拍到 哦还有 那个 时光机 时光机可以到未来 去看彩券的中奖号吗 哦 可是这就是 回到未来的剧情啊 哦 你记得吗 我记得 对啊 他有变有钱 可是反而不信 对对对 所以怎么说呢 有时候就是 你会觉得说 啊如果我当时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 或是我想要知道未来或过去的事情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只要 就是做了一个动作 一个插持 一个不对劲 其实你可能就会改变你的未来嘛 就是 小叮当他不停的强调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还是冲来冲去的 我们就不要再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的对话 没错 因为不可能会发明出来这个东西 好那时光机就叫做 Time Machine 好就是时光的机器嘛 那这个任意门就叫做 Dokotemo door Dokotemo就是到哪里都 Do啊就是门的意思 所以到哪里去都可以开这个门 就可以直接过去这样 嗯 对 那因为大雄跟大大雄两个人就是昏厥了嘛 所以就是小叮当非常的紧张 就想说一定要找到他们 他就用了这个道具 任一门 就很精准的找到了这个大大雄 装着大大雄的灵魂的大雄身体的这个所在位置 然后就是大家就聚集在一起 那时候就有谁 就有小叮当 还有大大雄灵魂的大雄 还有其他的那些伙伴们 就是那个镜像他们嘛 这样 嗯 总之就一阵这个混乱之后 终于灵魂换回来了 因为原本真的是差一点就要失败了 好像真的 这一切的这个什么记忆都要消失了嘛 他这一段就是很煽情 非常的煽情 然后我真的很着急你知道吗 就是他是回想到就是 大雄来的那一天啊 对啊 他那时候那些各种的就是 以前的情节的片段 在那边剪接 让人真的觉得说 好了赶快让他回来啦 就是不要再就是 就是折磨我们这些观众了 那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动画片啊 所以一定就会回来这样 嗯 那回来之后呢 镜像就 非常的就是 泪眼婆娑的把这个大雄紧紧抱住 就说了以下这一段话 他说 好 巴卡就是笨蛋嘛 就是大雄你这个笨蛋 真是的 好 するから就是因为什么什么呢 我才会觉得你是个笨蛋呢 因为因为你根本就不擅长打架 但是你却要打架 你却要去打架 把自己弄得这么的 牵咖 牵咖他不只吵架 也有打架 对好 如果你要说用嘴巴吵架的话 你可以加上一个口在前面 就是 就是用嘴巴吵架 那通常的牵咖就是指打架 肢体的冲突比较多 但是他也有吵架的意思啦 对好 所以你就是骂他 说你明明就是不擅长跟别人打架 你却把自己打成这么多的 这个鼻心脸肿 遍体鳞伤的 真的是让我很担心呢 他就说 就是你明明就不需要 去勉强自己 是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的 勉强就是 你不用这样做 也是OK的呀 他就讲了这句话 就是我觉得 静香为什么会一直选择 大雄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 就是 大雄你就 好 你就维持原状 你就这样就好了 你这样脑残 这样考林芬被狗追 或者是被老师骂 或什么的 罚站 被妈妈骂什么的 就是 爱哭撒娇干嘛的 你就是你呀 可是忽然觉得 刚刚你 刚刚你讲说 你就继续被狗追的时候 忽然觉得 静香 好腹黑哦 他的那个 就是缺点就是 很狠 让老公 继续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真的 你爱一个人 还是希望他可以 就是再往 成长一下好不好 再往上走一点 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就想说 静香这个笨蛋 可是我还是觉得 蛮感动的啦 对 好 那这个时候因为 这个大雄跟大大雄 已经交换灵魂回来了嘛 所以就是大雄 把这一幕看在眼中 就是啊 那大大雄啦 就想说 那我应该 是可以给 静香幸福的了 他就很确信 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愿意结婚了 他愿意回到 婚礼的会场去了 这样子 嗯 对 糟了 哈哈哈哈 好 但是呢 在回去之前 好 在结婚之前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想要回到 自己出生的那一天 就是大雄 跟大大雄 想说我要回到 我们出生的那一天 想要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 抱来的 我是不是亲生的 我到底 为什么叫做大雄嘛 嗯 这边就要揭秘 为什么他叫做大雄 叫做诺比达 好 那就去到这个医院去啦 就是中途还遇到了 爸爸很匆忙的样子 就是啊 大雄出生了 好开心哦 可是到底 我的孩子在哪里呢 总之在医院 就碰到了嘛 那大雄刚出生的时候呢 是一个 咒爸爸的婴儿嘛 嗯 那就是 爸爸就看到说 哇好可爱哦 这就是我的儿子 那这个时候呢 大雄跟大大雄 还有小叮当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闯进了 那个病房 就说 怎么长这样 哈哈哈 不可爱 是大雄 大雄说的 对 大雄就说 对 大雄就说 长得好像猴子哦 正常的啦 因为就生出来 就皱皱的嘛 可能就是刚新生儿嘛 这样子 然后大雄的爸爸 就非常生气 把他们三个 把他们三个就赶出去了 这样子 然后这个 呃 妈妈 就到玉子嘛 就是问他说 哎 他们是谁啊 这样子 他是忘记了 他真的 他没有啊 他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不知道 他们有见过这三个人嘛 就是大大雄 大雄 还有小叮当 他不认识 这样子 他们是谁啊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大雄爸爸就说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们从刚刚就一直跟着我 真的是觉得 他们很没有教养 气死我了 真想知道是怎么样的父母 把那个孩子 交成这个样子 这是第三个笑点 超级无敌好笑 好 那现在他们就要讨论名字啦 那妈妈就问他说 哎 想好名字了吗 嗯 想好了 好 就叫做 Nobita 不错吧 好 然后这个时候 大雄跟大大雄在外面 想说 怎么可以取这个Nobita 因为听起来很 不帅 对很不帅气 应该要取个更帅气的名字吧 应该要至少问过 本人的意愿吧 想要冲进去 哈哈 那斗来一幕 就把他们就是拦住 说不要不要 先不要 先看他们怎么样发展 然后呢 大雄的爸爸 就讲了以下这段话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 他就是满怀期待的 对这个大雄 是很有期许的 就是说 名字的意思吗 当然是有的啦 他的名字 这个Nobita这个意思呢 的意涵是这样的 就表示有填装放进去的意思 放进了什么呢 放进了願い 就是他的这个愿望 心愿的意思 希望什么呢 希望大雄可以是一个 可以很健康的 很强壮的 我希望他可以 不管到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任何领域都可以成长茁壮的意思 所以就是你之前有说什么 大雄就是又大又强壮 又雄壮什么的 他就是算是直接 有点是中文故意给他 安上这个大雄的意思嘛 其实他的日文 Nobir 对就是用Nobiru这个字 就是有长高 抽长 就是生这个字 对生长的生这个字 对 那这个你还记不记得南极料理人 以前我们在讨论这波片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亚人他就煮了拉面嘛 然后就说 大家赶快来吃哦 不然会 Nobiru Nobiru 就是指说 那个拉面会生长 会糊掉的意思 就是这个字 Nobiru这个字 对 所以就是 Nobiru这个字 好像没有什么 感觉好像是一个 没有什么帅气的感觉嘛 可是呢 其实他的爸爸 原来是有给他 这么一层含义 希望他健康又强壮 就什么领域都可以 有很好的发展的意思 好像是相反的 就是 我觉得名字真的是相反的哦 因为 我跟你讲是怎样 就是因为像我是要灌豪嘛 我爸妈会想要取豪这个字 应该就是想要很豪气甘云 这样子 但我就完全不是这样子 我从小就是很文静 就是比较 不是走那个 就是很豪壮 气盘 那种就是 男子气盖那种 所以才会有期许啊 然后呢我歌叫冠儒 嘿 好 因为儒这个是温文儒雅 嘿 就我歌就是运动超强 那种就是比较是 比较理科生 就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两个以前 就是在那个补习班 就是一个作文补习班 就是黄秋芳 嘿嘿 然后他就觉得我们 对我们两个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你们两个根本就是 名字要交换 哦 真的 以为是完全不同type的人 对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取名字 不一定你期待是这样 可是可能有时候是相反的 对啦 可是有时候就是 父母会对孩子有所期待 才会取那个名字嘛 嗯 所以 是不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 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希望落空 是这样吗 没错 你干嘛哽咽 因为应该很像我们 把我们的小孩取的 就是有一个 呃就是 很温暖的感觉 很温暖的感觉 他还蛮温暖的啊 他其实是一个温暖的孩子 只是有一点 好 那就是我们继续 哈哈哈哈 是不是不敢想下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 给他一个明确的定义 好 然后呢 就是妈妈听到 哦原来这个Novita 是这样子的含义啊 他就说 いい名前ね 真是个好名字啊 Novi Novita 嗯 いい名前 真是个好名字 叫做野笔生态 真是个好名字 嗯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野笔生态 Novi Novita 把它就是连在一起念嘛 No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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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呢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舒畅的 悠然自得的 轻松愉快的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还蛮符合 这个大雄 他原本的个性 他就是很自由自在 想干嘛就干嘛 想要就是撒娇就撒娇 哭就给他狂哭啊 用那种水龙头的方式大哭这样 嗯哼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作者应该是有刻意为之 就是让他有这样子的含义 对 可是其实爸妈可能是有其他的期望 可是没想到变成谐音了 这样子 因为他姓野笔嘛 我认为啦 嗯哼哼 那这个时候爸爸还继续讲 我说这个孩子啊 我叫做 当然一定会是个好孩子的 一定会是个好孩子 一定会是个好孩子 一定会是这样的 他就说了 谁说 爸爸就跟妈妈说 如果像妈妈你呢 一定是成绩优秀 毫无疑问的 一定会成绩很好 妈妈也是非常的温柔的说 嗯 あなたに似たら 運動なら なんでもこいのスポーツマン スポーツマン 就是スポーツマン 就是运动健将的意思嘛 就是 運動なら 如果是运动的话 应该是 なんでもこい 什么样运动都可以 就是很厉害 就像 如果像是爸爸你一样 あなたに似たら 如果是像你这样子 两个人在那边 性高采烈 你一言我一言 真的讨论说 就是如果像你 眼睛像你 鼻子像我啊 这样子 这个都没有像 对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外面的三个人 大大雄 大雄跟小叮当 就在那边 很三条线嘛 然后小叮当就说 りょうほうの悪いとこに にっちゃったんだな にっちゃったんだ 像到了什么呢 りょうほうの悪いとこ 就是像到两边的 坏的地方 就是像到了妈妈 运动很不好 像到了爸爸 成绩很烂 那两个大雄就说 我的さいよ 好 就是气死我了 好 吵死了 走开 这样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太好笑了 这一段戏 就是在漫画里面 有出现过的 但是在漫画里面 没有大大雄啦 就是漫画里面 就只有那个 多大猫跟小叮当 哦 原来如此 真的是一个 非常高明的改编啦 对对 真的好好看哦 又好笑哦 真的 然后他们就是爸妈 还在那边讨论说 如果像是什么 当学者啦 当棒球选手啦 艺术家也很不错哦 不管是绘画 雕刻音乐 一定都是 都很好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一定会变成 一个很好的人 就是爸爸就 转过身来就说 只要大雄 可以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体贴勇敢 开朗 活泼坚强 正直帅气 嗯 一定可以的 我觉得 这样比来 我觉得 静香才是一个 对社会有贡献 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他 收服了大雄 他可以把他 就是震在家里 千万不要放声 真的 好 那这个时候 大大雄跟大雄 就还是想要闯进来 就说 啊 就算你们这样子 期待他 他也不会变成 那样子的 好好笑 大家一定要去看电影 真的 我觉得 就是 很喜欢 忧自寂寞吧 就是 大雄 这个 这个 小笨蛋 好 那总之呢 他们现在就 两个人 算是三个人啦 大大雄 大雄 跟小叮当 他们就回到了 结婚的饭店嘛 这时候呢 就是应该要回到 婚礼的现场 然后可能准备要 就是进行婚礼的 最后的仪式了 这个时候呢 大雄就跟大大雄说 嗯 あのさ 不好意思 跟你讲一下哦 然后大大雄就说 嗯 怎么了呢 大雄说 悪いけど ここからは 一人で 行ってくれる 嗯 他说悪いけど 不好意思哦 ここからは 从现在 从这里开始啊 你可以 一人で 一个人 行ってくれる 好 这边的 ってくれる 就表示是一种 你可不可以 为我做这个事情呢 就是 我不会陪你去了 你就一个人去 可以吗 然后大大雄就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 再继续这个冒险呢 大雄就说 僕らは大切な約束を 果たしに行かなきゃ 行かなきゃ 就是行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必须要去 去干嘛呢 有一个大切な約束を果たし 就是果たし的意思 就是我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约定 要去实现它 僕らは 就是我们 我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约定 必须去实现 ね ドラえも 他说 ドラえも 对吧 没错吧 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 大大雄就说 そうか 啊 这样子啊 それじゃ ここで お分かれだね それじゃ 那么 ここで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お分かれだね 就在这边告别 分别了 没错吧 对吧 然后呢 えっと その なんだ 我要怎么说呢 他就讲了这句话 僕を見つけてくれて ありがとう な ありがとう 谢谢你 谢什么呢 又出现了一个 てくれて 表示是一个 瘦瘦动词 就是谢谢你为我 做这个事情 僕を見つけてくれて 谢谢你 找到了我 嗯 找到了 在未来 应该是在 原本的时代 然后把我给找回来了 不然的话 我可能不能够 持续这段婚礼嘛 真的很有哲学 感觉就是 找到了自己 对 对 自己找回了自己 对 其实这个 Stand by me的上集 也有一句 很类似的话 那时候他们在雪地嘛 就是要把这个大雄 算是小大雄 给拯救出来 这样子 这个时候 大大雄 也是这样说 他说 虽然对自己说 这句话 是有点奇怪的 可是呢 僕を信じ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但是非常谢谢你 愿意相信我 对 就是相信我 找到我 谢谢你 其实我们都是 互相帮忙彼此的意思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对 那这个时候 大雄就对大大雄说 あなたの未来は 僕の未来でもあるからね あなたの未来 就是你的未来 也就是僕の未来 也就是我的未来嘛 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当然要帮你一把啦 嗯 真的是很棒 所以你会觉得 大雄真的很没用吗 其实他也是 蛮有 这个 他还是有可取之处啦 他在大长篇里面 通常都是很不错 因为他就是 还蛮有正义感 然后会去 就是会去救同伴 对对对 但是他在短篇故事里面 通常都是很废 很没用的 真的 超没用 就是不停的 就是有各种的 什么 很糟糕的事情发生 这样子 对 好 那总之呢 就是大大雄 就回到了这个 婚礼会场嘛 不要忘记 这个时候有个人在唱歌呢 还在唱 哈哈哈哈 他就快要 那个死掉了 对 胖虎 他就看到这个大雄 大大雄就进来 就说 皆さん 各位啊 心の友ののび太くんが 戻ってきました 戻ってきました 回来了 谁呢 心之友 我的心 至爱的朋友 のび太くん 回来了 这个 我自爱的朋友 其实就是 继安的 口头禅 对 他很喜欢说 我的挚友 真的是 谁想跟他当朋友啦 好 那就是大雄 就是被打SPA-LINE 就进场了嘛 这时候呢 观众席 纷纷都觉得 鼓掌 谢谢你回来了 太好了 助かった 我得救了 ありがとう 谢谢你 大雄 本当によかった 真的是太好了 谢谢你回来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最后就是我会分享蛮多段 就是大雄他要 真的要开始做一个speech 就是那个挨拶子 他要就是 做一些感谢词嘛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因为其实我 我真的 无法克制的泪流不已耶 像你也是 真的 因为他就是 我觉得这里很感动的 就是他都没有看稿 他就是 因为 不是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 他经历了这些事情 然后他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然后 进香那时候 怎么样救自己 这么的 不要求自己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他回到小时候 对 对 自己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对了自己的期许 是 所以那个感受一定是 特别的浓厚 特别浓烈 所以他立刻就是 完全不用打草稿就讲出来 对啊 我真的觉得 好感动哦 对啊 就是 我觉得这部作品啊 他其实就是要我们去回想 很多很单纯的初衷吧 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小时候的什么梦想啊 我们小时候的心理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经历很多 很不好的事情 可是长大都会很怀念啊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在这个地方 他就价值瞬间就高了起来 真的 而且那个整个画风质感啊 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惊艳 然后我觉得 欺负慕聪 就是帮大大熊配音嘛 我觉得他配得非常的好 对啊 就是有一点呆头呆脑的 然后就是有一点 啊怎么又这样了 然后整个就是有把大熊的个性展现出来 嗯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去看原音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看原先的时候 是看中文版的嘛 对啊 然后后来我们就看了 其实中文版配音也不错 很棒很棒啊 我真的很喜欢那一个 那个 呃台湾版的那个小叮当的声音 林美珍 对对对 陈美珍啊 陈美珍 对对对 你知道陈美珍的那个声音 他有帮那个邮局的ATM机器 有录过那个声音吗 对 对 请插入 提款卡 可是他就完全不是小叮当的那个声音 当然 他就是他自己的声音啊 对对对 我好喜欢 我觉得他就是 他以后要换配音乐 我会很不习惯 我也是 对 好那回到故事 这个大大熊呢 开始进行他的演讲了 他就先说啊 其实他原本是很讨厌他这个名字的 可是呢 因为他知道了他爸爸给他这个名字的意义嘛 他就知道 哦原来爸爸其实是有这样子的 对我有这么多的期许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讨厌这个名字了 他就继续说 我呢 被这个双亲 后面这个 我收到得到一个恩惠 就是他把我抚养长大 哦 不只有双亲呢 そうだ 对了 还有 还有收到奶奶的疼爱 真的是满满的爱 满满的关爱 嗯 他就讲了 他这个奶奶啦 爸爸啦 还有妈妈 都是非常照顾他的 包含了 幼い頃 泣いて帰ってきた僕を いつも慰めてくれ そして どんな時にも 僕を信じてくれた おばあちゃん 奶奶他说了什么呢 在我幼い頃 在我小的时候 每次这个 哭着回家 泣いて帰ってきた 的这个我呢 僕を 他总是 いつも 慰めてくれ 就是总是安慰着我 そして而且呢 どんな時にも 不管什么样的时候 都是 僕を信じてくれた 都会相信着我 就算 我家他给我2000万 他也是会给我 哈哈哈哈 所以他已经过世了 我不要 我不要 任何多爱梦的道具了 我要那个奶奶 对啊 奶奶真的人很好 疲惯疾 还有呢 雷天 取ったり だらけている僕を いつも 叱ってくれた 母さん 母さん就是我的妈妈 いつも叱ってくれた 总是骂我 而且他是用了这个 てくれた 表示他其实心怀 感谢妈妈这样骂他 因为他总是 雷天取ったり 考零分 だらけている僕 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很散漫的 然后掉了郎当的 又考零分 妈妈还是不厌其烦的 一直骂着我 这样的妈妈 我很感谢他 哈哈哈哈 还有爸爸 他说 夢を持つことを 一生懸命教えてくれた 父さん 父さん就是爸爸 做什么事情呢 他总是 一生懸命教えてくれた 拼了命的 教导我一件事情 就是 夢を持つこと 一定要拥有梦想 我相信他有做到 真的有 其实他爸爸真的是一个 算是蛮好的爸爸 对啊对啊 只是有时候会喝酒 还好啦 就上班族 OK啦 在东京上班嘛 他就说 这边他就说了 我是这样长大的 我是受到了 是受到了 你们的温柔 被守护着 然后呢 就是我就长大了 真的是很感动 他就转头 去看镜像的爸爸 说 他叫 他叫 他的爸爸妈妈是 道さん跟 かさん 然后叫 镜像的爸妈叫做 お父さん お母さん 有个镜 对对对 就是一个镜 对对对 算是一个镜 这样子 他就说 そしてお父さん 还有爸爸 就是镜像爸爸 いつか僕に 就是你呢 曾经对我说过 一句话 后面说了 君は 人の痛みの わかる人間だ と言ってくれました 你曾经对我说过 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 君は 人の 痛みの わかる人間だ 你是一个 这样的人間 就是人类的意思 你是一个 人の 痛みの わかる 是一个 懂得 别人的 痛苦的人 就是你能够 感同身受 你觉得别人 很难过 看到人家 有难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 撒手不管 这样的人 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这个镜像 你可以讲给他 因为这是一个 很有为的青年 是吗 他这一段话 是上一 就是第一集 对对对 跟他讲的 对他就说 镜像我觉得 大雄呢 他虽然是看起来 小跟金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 会苦人所苦的人啦 就是我觉得 你只要嫁给他 你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然后你在那一集 就直接讲说 的相反 我笑死 我真的笑爆了 这一集 真的在那个时候 笑死了 他就这样讲完 他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他指的说 前面那句话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是一个 能够苦人所苦的人嘛 那都是因为 是我的家人 交给我的 你不觉得 非常感动吗 你说大雄 这样讲 对大雄说 你会觉得 我是一个苦人所苦 然后是很体贴的人 都是因为 我有爸爸妈妈奶奶 这样教我 我觉得 就真的 有些人 就是不擅长 读书 可是他真的是 我觉得 人生的态度 他就觉得 对啊 因为他真的很善良啊 他就是 不管遇到什么 大长篇的那种 小狗狗啊 什么什么 宇宙人 他都是不能 就是这样子 放他不管嘛 一定要帮他 拯救啊 就是救地球 救世界什么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部电影 就是 同志伯和熊 他就是想要 告诉很多父母吧 就是 成绩那没关系 只要他能够 爱哭 爱撒娇 被狗追 考零分也没关系 对吧 我觉得他当然 有点夸张 没有 真的要一直 考零分也很不容易 对 可是我觉得 他重点 其实是在讲到 说就是 我觉得 人的品格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在 这几个小孩里面 我觉得 就是大熊这个小孩 他真的是 算是品格上面 呃 在短篇故事中 其实算也是有 偶尔会很爱 恶作剧啊 什么的 但是 真的是遇到了 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以展现出来的 其实是 很多的 同理 对啊 还有体贴 这样子 对啊 所以 这样子的我觉得 呃 其实 因为我有跟你讲过 我有个同事 很不喜欢 都爱梦这个作品 就是因为他觉得 都爱梦是 呃 很不适合小孩看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暴力啊 然后也有那种撒娇 就是呃 太过于宠溺啊 之类的 会教坏小孩 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比较 太过于严肃的观点 就是 你会把一个作品 看得好像 就很像是 我们在讲 讲那个 杰克与魔斗 这个故事的时候 如果我们过于严肃 我们就可能会跟小孩讲说 啊 就是 这个故事怎么教你好像要 要 去偷别的东西 嘿嘿 然后还把那个巨人 那个树砍断 要害死他 对对对 对啊 然后就是 我们有时候讲一些故事 我们有时候会太高道德标准 嘿 可是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故事 它都有反映出 很单纯的小孩的心理 是 对就是 我们有时候看一些 那种童话心理学啊什么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 可能就是因为 它就反映出小孩子的期待嘛 就是 小孩期待不劳而获 就是期待 有魔斗 可以长出树 然后可以取得钱财 对 然后 他也期待有一个 很精彩的冒险 就是对他来说 魔斗的故事 就是一个冒险嘛 对 然后最后就是 把那个树砍断 然后让那个 坏人 死掉 这样 就是 这个都是很小孩子 非常 你可以说他是本 很单纯的啊 对 他其实虽然有点坏 但是他是 会让小孩听得津津有味的 所以 应该是要让故事 单纯回复到 就是他原本的 他就是个故事 对 然后我觉得小铃铛这个故事 他也是反映出 就是很多小孩子 共同的梦 或者是我们大人 其实很想要这么任性 对 就是我们这么的废 可是我们 还是可以有一个 小铃铛来宠爱我们 对 我觉得这个故事 其实 你不需要 这么严肃地 我看待他 其实他就是一个 单纯的 我们童年 共有的一个 梦想 对啊 真的 真的是 夢を叶える 真的是一个 可以实现 我们梦想的 一个小铃铛 那个ポケット 那个口袋 然后拿出各种 道具什么的 超棒的啊 真的 所以不要这么严肃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 很不爽 就是我那个 同事 我那个朋友 他讨厌小铃铛 可是他居然最喜欢的 是什么你知道吗 蜡笔小铅 蜡笔小铅 儿童不已 蜡笔小铅 我说那才是人性本二 而且是色情满满的 就是 秋姐要不要来喝一杯咖啡了 这样子 对吗 没有 可是我觉得 其实那个蜡笔小铅 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 他的角度就是 就是满足所有 就是苦闷的上班族 对啦 苦闷的大人 就是想要 这么的 就是回到小时候 那样子的状态 没错 你看一个大人 就是不能够光明正大 看女人胸部 或是摸别人大腿 可是 小心他什么都能做 对啊 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嫉妒恨 是 所以我觉得 其实 这两部作品 我都觉得 他们的确是有一些 呃 展现出人性本二的部分 可是 我觉得他们的存在 其实都是反映了 我们的期待 就是 现代人的期待 对啊 而且我觉得是 历久不帅 因为 每个年代 他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都 会有相同的感受 对啊 对啊 真的 是 还有那个 樱桃小丸子也是 哦 那个真的是 就是老少先议的 对啊 我们都还没有做过 樱桃小丸子 哦 你要做吗 诶我会模仿 小丸子的声音诶 诶我们没有学过吗 没有啊 我们节目都没有学过 好像没有诶 爷爷 给我零用钱 我今天考一百分哦 快点啊 哎呀 小丸子啊 哈哈 那那个 猪太郎 猪太郎 就是 小丸子 你那考一百分 又有什么用啊 他一定不会给你 利用钱的 不 哈哈 哈哈 真的 真的吗 有那个小丸子 需要新的配音员 请掐 嗯对 可以找我 我也会配 小心的声音 真的 好 那回到故事 就是大大熊继续演讲 他就说 僕は両親やおばあちゃんの期待通りには 行かなか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かもしれません 表示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怎么样呢 僕は 我啊 両親やおばあちゃんの期待通りには 是没有办法 这个 迎合这个 双亲还有奶奶的期待 期待通りには 行かなかった 是不能够就是 照他们所期待的 长大嘛 本当はもっと立派な 芸術家とか 野球選手 なんか育て もらいたかったの かもしれません 搞不好是这样的 本当は 其实他们是 很想要把我塑造成 把我养成一个 もっと立派な 更这个 能干的啦 或是更 等一下 立派是能干的 不是帅气 对啊 就是帅气啦 或是很了不起 有作为的 他其实有很多种繁衣 他如果是用在人身上的话 就是一种 堂堂正正的感觉吧 就是那种 很堂堂正正的那种 艺术家 芸術家とか 或者是野球選手なんか 就希望是 可以把我变成一个 这个棒球選手 应该是这样的吧 もらいたか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但是啊 可能就是 完全都 没有照他们的 这个期待走嘛 这时候呢 胖虎就大叫 从这 观众席 就大叫说 よ 期待外 就是 希望落空了 这个时候大雄 说 干嘛 うるさいぞ そこ 你那边 就是说 胖虎 吵死了 他就继续讲 这样子 这个时候 大家都笑成一片 但是呢 有一句话 我是一定能够说的 这句话就是 僕は 素晴らしい家族に 育ててもらいました 我呢 是在一个 这样的家庭中 长大的 是 是受到了 素晴らしい家族に 育ててもらいました 我 我被一群 很棒的家人 养育长大了 奶奶 爸爸 还有 妈妈 ですから 所以呢 少々 頼りない 僕 ですが 静香さんと 温かい家庭を 作っていくこと 所以呢 少々 頼りない 僕 ですが 虽然 我呢 是有一点 不怎么可靠啦 真的是 只有一点吗 他说 但是呢 静香さんと 温かい家庭を 作っていくこと 我 我相信 我是可以 跟静香 两个人呢 就共组一个 很温暖的家庭的 そのことだけには 自信があります 我是有自信的 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就是跟静香 共组一个 温暖的家庭 それが 这件事情啊 そうすることが 这件我要做的事情啊 僕にできる 就是我能够做到的 両親と おばあちゃんへの 一番恩返した と思うのです 好 就是一个 我能够 对我的双亲 对我的奶奶 最好最好地 回报了 这样的一个 报恩 我相信是这样的 真的好感人哦 就是他虽然 真的很美 他长大了 可是 虽然说他不能够成为 就是家人 对他的期待 要做什么 棒球选手啊 那些 艺术家之类的 可是呢 他就这样子 善良地长大了 然后找到他的 这个归宿 归宿 找到了他的人生伴侣啊 他入罪嘛 然后就是可以 共组一个 很温暖的家庭 这件事情 他很有自信 他原本是想逃婚的嘛 可是他这个时候 他有自信 他可以保护静香 我不敢看 stand by me 3 就是他们婚后的生活 糟糕糟糕 真的 他就继续讲 どさんかさん 我どさん 我かさん 叫他的自己的爸妈 还有他的 静香的爸妈 他说 あなたたちが ライバルです 你们呢 都是我的ライバル 都是我的竞争对手哦 他就转过头 跟这个静香 继续说 静香さん 負けないように がんばって しあわせな かていをつくろう 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 しあわせなかてい 一个幸福的家庭吧 負けないように がんばって 我们努力的 不要输给 人物 就是奶奶 对 就是他们不是 那个 有一个约定吗 其实就是要把奶奶 带到未来 对啊 就是大大雄結婚 对 所以奶奶看到 大大雄的新娘子了 吼 那边真的好催泪啦 真的 我觉得大雄 真的是很讲义气 还会记得 这个事情 真的 然后这个时候 大大雄就有看到奶奶了 原来 所谓大雄 我所说的那个 很重要的那个约定 是这个呀 这样子 他就知道了 长大之后 到现在终于知道 这样 然后那个妈妈 就是大雄妈妈说 就是他没有看到奶奶 但是他就说 刚刚感觉妈有来过 对啊 有回来 这样子 对对对 零回 这已经过了好几三 二十几年 对对对 二三十年 二十几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 爸爸就说 他可能是放心 不是要大雄 没有啊 是我讲的 对 那总之就 任务圆满成功了嘛 就大大雄 顺利结婚了 好那这时候 大雄跟哆来梦 就坐石黄机 就回到原本的 十岁的时代了 结果呢 这个时候大雄啊 不小心被那个 WASILENBO 打到头了 就是那个健忘棒 对 他就忘记了 原本的一些事情了 他刚刚那些冒险 两个小时的冒险 都没了 这样子 可是呢 小叮当就说 诶 可是OK的 就把他叫醒 嗯 我觉得小叮当的配音 真的是好可爱哦 他就用那种超级 超级可爱的声音 就说 NOBITAKUN NOBITAKUN 这样子 然后这个大雄 就醒来了嘛 因为他被这个棒子 打到就醒来了 他就说 为什么我在这里啊 他说 ドラえもん ボク なんでタイムマシーンに 乗ってるの ボク 我啊 为什么 なんでタイムマシーンに 为什么我会搭乘 在这个时光机上面呢 乗ってるの 为什么呢 嗯 然后这个 ドラえもん就说 えーとね とってもめんどくさくて でも とっても素敵なことが あったんだ あったんだ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哦 とってもめんどくさくて 非常的麻烦 但是 でも とっても素敵なこと 但是非常棒的事情 发生了很多很麻烦 但是很棒的事情哦 えー 何々教えて 什么什么 赶快告诉我嘛 小叮当 然后呢 小叮当就大人不肯说啦 他说 大人になったらわかるよ 等到你长大了 你就知道了 当你变成大人 就是大人 になったら 你就会わかる 你就会知道了啦 他说 それまで知らない方がいい 在那之前 你最好是不要知道 比较好 嗯 非常的完美的剧本 如果他带这个回忆 回到原本的时代的话 他就会知道 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啦 对对对 然后之后 他那个大雄 想逃婚的这些事 如果是在 你小时候 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到长大的时候 你就会记得了 这件事情 然后你可能就会 做出不同的选择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 它很缜密 就是在于他最后还是 可以让整个道理 都说得很通 对 虽然说 就是世界上不会有 就是时光机 但是 如果有时光机的话 也许它会造成很多的 平行宇宙 对对对 它会一直 岔出去啊 什么的 真的 会变得很复杂 对会变得很复杂 但是 我会觉得 每一个时空 就是 譬如说这部作品 它就是一个时空 然后 光是在这个时空 封闭的时空里面 它讲的故事 其实是很完整 对啊 真的觉得 山崎贵 非常的厉害 它一定是一个 哆啦米 重度的哆啦米 它有看过很多漫画 对 其实 这个 哆啦梦的剧本 应该是说 其实山崎贵 它其实是承袭 腾子博雄的创意 因为 腾子博雄在 就是大厂篇 其实有很多 已经就是在玩这种 对 就是 回到过去 就原本的自己啊 什么的 对啊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这样子的创意 其实是 虽然有时候会 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 其实会有一点点 烧脑 就是有点不可思议 说 哎 怎么 像那个大魔 大魔戒 我记得 大魔镜 大魔镜 没有 没有回到过去 有啊有啊 哦 有有有 就是那个 就是打电话给未来的自己 对就是近家 就是到那个什么 如果电话听就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要回去 救原本的自己 哦对对对 这个有 但是我说的是像那个大魔戒 魔戒 哦 魔戒的大冒险 魔法世界 对对对对 它也有那个平行宇宙的概念 对 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多作品 其实在那个时代来讲 其实是 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 对啊 对啊 真的是很棒的作品 而且其实 东南梦这个作品 其实它也有 启发很多未来的科技 对 对有很多 就是 真的真的 我相信这个 东南梦的诞生 其实是帮助这世界 可以 就算说我觉得有 很多道具是不太可能实现啦 可是我觉得就是 所有科学 其实就是 它的来源就在于想象力 对对对 然后 我相信 如果爱因斯坦 他有看 这个东南梦这个 这个故事 如果他活到现在 他一定也会觉得 很有趣 然后开始会 想到一些新的理论 或是发明出什么东西 这样 对对对 真的 我真的好喜欢 小叮当哦 哆啦A梦 这个系列 真的 不知道听众朋友 喜不喜欢呢 好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 应该都是非常有同感的吧 对 希望你们喜欢这两集 嗯 好 那最后不要忘记 按赞订阅加分享 来留言 好 告诉我们 你喜不喜欢这部片 或是这个 对于这个 分享的 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欢迎告诉我们哦 嗯 谢谢 好 就这样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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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